一个钢琴家把钢琴家自己作为主体的话 那我说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 他假如说是像我说的 真的把音乐作为一个神圣的东西 一辈子为人去追求这个东西 就是说要像那个苦行僧一样的 一辈子追求 可能会什么叫大师 这谁来说谁是大师呀 谁能评论谁是大师 谁不是大师 这个也是天晓得 实际上这个话 学问的东西哪有止境啊 你知道以前德国的大银大钢琴家 史纳布就说 所有人都好像学点音乐 都知道怎么看谱 可是几个人真的会看谱 要会看谱就是说 看的那些 因为音乐 音乐写在谱上还是死的呀 要把它变成活的语言 可是要理解这个音乐 你怎么去理解 除了这个表面上的那些 音符的长短 节奏 清晃以外 还有更里面的东西 智力行间的东西 背后的东西 要看的 要看的这些 看到音符 你就看到 很多背后的东西 还有看到 还有还有很多的 怎么说 美学上的东西 比例啊 怎么说 比例 或者是 或者相反 是故意不要比例 还有 还有就是 还有和谐 或者是不和谐 还有 还有很多 音乐里头 充满了哲学 而所有的这一切 也需要他们加强 全方位的修养 当然是 这一点我相信 最早期的时候 您父亲给您的 有教会 他给您创造的 很多环境 是的 是的 的确是 我是在这方面是 我是非常幸运的 真的像我爸爸 心里头说 全世界都恐怕很少用 是 是这样